比方说李建成 李渊的长子 都是亲生 那么李建成这个人 可以这么说 他的名气很大 但是有关他真实的面貌 到现在还有很多谜团解不开 这个人 他的形象关键就在于 后来啊 李世民当皇帝之后 在史料当中 对他的事迹 进行了很多的修改 以至于这个人的真实面貌 到现在已经变得是 可以说是模糊不清 尤其是他的那些功劳 基本上都被抹杀掉 我们看一下 《大唐创业起居著》 根据这本书来进行判断 我们会发现 李建成这个人 应该说他是相当能干 而且比较忠厚的 这样的一个人 在还没有举兵的时候 他就被自己的父亲派出去 在河东等地区 招纳壮士 积攒力量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 举兵了之后 他又是第一批 投入到战场上的将领之一 有很大的这个军功 后来 他被立为太子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 第一 敌长子身份 第二 的确立了很多的功劳 他后来呀 功劳的确被 自己的弟弟李世民 给超越了 那主要是什么缘故呢 不是他无能 而是因为他身为太子 安全第一 不能再派他 到战场上去拼命 所以逐渐地导致 李世民的功勋 就超过了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得说 没有李建成 这个开国的战争 能不能胜利 这是很难说的 有关他的事迹啊 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我们这里头 只列举一下 这个大唐创业起居住里边 有一段关于他 和李世民的这个评价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 说太子即王 这段评价 我认为是比较公允的 他的意思是说 太子以及李世民 他们呀 都是那种怎么样 怎么说的人呢 就是李贤下士 求贤若渴 而且呢 为财事举 并且态度 非常的这个千功 对大家非常的好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 都非常的得民心 得势心 我觉得 这样的评价 应该说 比较的接近事实 这次会认识 我们下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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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评价